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遭指控在海外从事非法商业交易 美国司法部今天指派一名特别检察官对此扩大调查 法新社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指派联邦检察官魏斯为特检 他近期负责调查亨特涉嫌未缴联邦所得税和非法拥有枪支等指控 魏斯于2019年展开调查 近期透露他正按其他方式调查拜登 贾兰德表示魏斯曾要求担任特检 以便更广泛的进行调查 美国国会亦针对亨特在他父亲于2009年至2017年的副总统任期期间内和之后 关于他在中国乌克兰和其他地区从事的商业交易进行调查 亨特的共和党对手指称 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帮助儿子 但遭到了拜登否认